李显龙总理表示 我国从早期的移民社会到如今的繁荣国家 会馆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总理今晚在南安会馆88周年庆祝晚宴上 也表扬了南安社群为我国所做出的贡献 来看记者李凯妍的报道 近3500人出席了晚宴 包括祖籍也是南安的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 和益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 南安市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沿海 目前在我国居住的福建南安社群有约40万人 总理表示 我国的南安人对我国做出很大的贡献 几位代表人物就包括了抗日英雄林茂胜 和我国著名慈善家李光潜 明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 从当初的移民社会到如今繁荣昌盛的独立国家 新加坡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的认同 会馆在新加坡的建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理也表示配合国家的发展 会馆扮演的角色也该与时并进 扩大到其他领域 从帮助旅居本地的南安人联系远在中国的亲戚 到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平台 让世界各地南安人可以互相沟通 联络感情并进行贸易交易 南安会馆领导层也捐出了88万元 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